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附近和另一艘船相撞而沉船 结果造成大约一千人罹难 三十多人性免于难 而正值国共内战 又添生离死别 至今仍旧没有抚平 罹难者家属的伤痛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以文字来记录太平伦事故的 资深媒体人张丁婉 来告诉我们这思念背后的心声 非常欢迎张小姐您好 您好 我想面对伤痛 有人选择是封闭 但是张小姐你却以笔 来开启他们的心房 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首先是不是先告诉我们 你这样一个心路里程 因为太平伦是1948年的暑假 开始开行 那开行了半年 然后在1949年的1月27成末 它每天每个礼拜 有两个固定的航程 就是上海基隆对开 所以它是固定的一个 就像渡轮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商船 就是做接驳载客的商船 那我的母亲早年是在 大概就是国共内战第一次战败以后 我的母亲因为他们是住在上海的富豪人家 那我的父亲是台湾人 所以他们就想要到台湾来避难 所以我的外婆阿姨舅妈就全部一起搭上了1948年12月的太平伦 大概过了三个多礼拜吧 三四个礼拜 这艘船就沉了 那当时对两岸这个想要往返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些 长辈来说就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所以我的母亲她生前一直告诉我太平伦的故事 所以我才在她过世以后 我找到她当年带着太平伦来的黄金啊 变化本啊 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写一个家族故事 家族故事里有艘太平伦 后来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就加入了寻找太平伦这个纪录片的小组 就开始一起做寻访的工作 2005年是寻找太平伦的纪录片出来了嘛 问世 然后在各个电视台播放 那接下来就是我在太平伦60周年的时候 就出版了繁体版的太平伦1949 然后第二年是海记 我把版税捐出来大家去海记 海记之后在2011年又做了一个大陆简体版本的修正版 是三年初的 然后又一路跟着这些家属们一路走来 大家也都像家人吧 说来短短不到三分钟时间 但是已经到处过去这60年来 这一艘太平伦 那么其实在背后有很多我们可以进步来谈的 其实您刚刚说你们家是原本住在上海 但是也会在台湾这边经常是往返的 可以想见当时候的两岸交流是非常频繁 也有住在台湾的 那么也有在上海经商 那么住在上海的也会到台湾来做一些贸易 您说您的母亲在生前的时候就告诉您太平伦的沉船的这样一段过往 很小的时候吗 对很小的时候 所以你记忆很深刻 对我的母亲常常就讲说 因为我们家的狗也是坐船来的 小时候我们家的狗 那另外我母亲家里用的东西啊 餐具啊 很多衣服啊 都是她坐船带来的 所以我小时候生活中就几乎是一个太平伦的影子 这样子 所以就常常听我母亲谈到 那长大以后 当然自己也做新闻工作嘛 可是我做新闻工作可能跟纪实文学完全不相干 反而是在离开了文字现场以后 才有机会去好好的从事自己喜欢的纪实文学 就是所谓的报道文学吧 那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替我母亲那一代的人 写一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短暂的抽离法会能更清楚看到一些事情 您刚有提到2005年纪录片就是太平伦上映的时候 你有去看吧 对你的内心的冲击 他当时没有在院线 当时还不流行院线上映 要出资方式民进党的族群部 还有凤凰台两个各出一边的资金 然后在台湾的电视台轮流播放 所以当时也造成了一阵旋风 很多人了解了这段故事 所以也更触动了您 想要用您所熟悉所擅长的方式 用文字来做一些记录 所以从2005年之后 你就开始寻找这些幸存者或者是罹难者 他们一些家属的一些影像声音 应该说是在2004年 我们决定要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 然后有成立一个小组 然后就有很多也有一个部落格 然后是我自己也在中国时报有 中时的电子报有部落格 然后另外我们也开了一些外面的网站 然后就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给我们讯息 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发 然后就找到了美国的澳门的 还有大陆的 就各个人都有跟我们联络 就是受难者家属啊 是出生在太平伦的 然后住在美国的 然后各个讯息都有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阵翻滚 然后2005纪录片 寻找太平伦出放映之后 就有生还者的家属跟我联络 生还者的晚辈吧 住在新竹苗栗那一带 他就讲他那个叔叔 是坐在太平伦里罹难 然后是1000个人里面 36个官方说法的生还者 那我就在2005的5月 我去香港看他 第一次有生还者出现 去年他已经过世 所以前两天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 在香港 就整整12年了 然后我也去过他后来福州的家 也有跟他的晚辈就相处的还不错 像这些故事也都是一个一个出来的 包括像2009繁体版的书出版以后 太平伦出版 然后台湾我也找到一个生还者 王赵兰女士 那2011年简体版在大陆 就是我公开有十几个城市的分享会 然后每一场分享会都有很多新的 太平伦的相关者出现 那杭州就好特别 杭州就让我找到了 另外一个太平伦的生还者 在北大的 就齐秀教授 那整个杭州 陆陆续续分享过三次四次 每一次竟然都有一个新的线索 有的人就告诉我 他做过太平伦 就在底下的那个听众 就有人做过太平伦 我就觉得每一次的分享 都是一个惊奇吧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汇聚 还有看到一些也许您意想不到的人 这是您期待的 那么在期待之后 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抚平伤痛 或者是说还原当时候是历史吗 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在驱动着你 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没那么伟大 我的想法只是觉得说 就是很单纯的 就是记录一代人的声音 那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的人 有很多想法 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 我就把他乡住成故乡了 然后他们也来不及 跟自己的故乡跟亲人道别 然后再回首 两岸通行通游之后 再回去看已经人是全非 这样的悲剧 其实跟那种无奈 其实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个1949的故事 那只是说我比较幸运 就是生在一个 可以看见很多的1949的故事 尤其家里在小的时候 很多的叔叔阿姨伯伯们 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听到了 那只是说我不晓得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 只是长大了 我自己从字文字工作 我也有一支笔 那我就是学习聆听吧 把别人的故事记下来 把别人的悲惨记下来 像而且我觉得历史 其实不是大人物的历史 才叫动人 我觉得不是战争的那种 你的战功多彪悍 才叫做历史 其实我很厌恶这些东西 我自己觉得 小人物的历史 才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故事 才是曾经在历史上 写下一页的动人的火花吧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那么可以透过很多方式 来做一些记录 当然这一起的事故是遗憾 但是你用这种声音 帮他们做一些难得的记录 而且我觉得 我的书里不着重在他的 比方说事发现场 因为我不是灾难记者 我也不是研究鉴定专家 我的专长可能是在于记录 他们怎么去回首看这个往事 跟他们这么多年来 在台湾 在香港 在美国 在澳门 在世界的各地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纪念这件事 其实后来他们的后代 每一个都不错 我觉得都好努力 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比方说有李昌玉博士 还有名品家张昭雄先生 还有很多就是经商有成的人 甚至在三九 这次还到美国 去采访个伊丽莎白 那她的母亲还用英文 写了一个太平文的书 也是很让人家动容 是 人生伤痛 跌撞是难免的 但是重要的是要往前看 不过我们也知道 这几年你们也透过 各种不同的方式 除了分享之外 在两岸 台湾还有中国大陆这边 也有一些这一次悼念的 一种方式 那么就已在台湾的话 有一个纪念碑 对不对 就在基隆这个地方 在基隆 是1951年弄的 是是 那目前推动似乎是 有一些受阻的情况是吗 原本是在国军的一个营区 是不是 其实它最早的时候 当时因为基隆没那么人多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海水浴场的旁边 对着海岸的港口 然后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它那个田土啊 海水浴场就变成了一个陆地 然后隔了大概几十年以后 那个地方就化为军事区了 就一个营区了 就把那个杯给盖在围墙里面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 谁也没有去注意 直到2004我们进去看了以后 才发现 哇 真的是一个营区 那后来很多家属就说 这么多年了 他们很是期待说 那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自由的去追调 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意思 所以家属们就希望他能够签杯签出 那签杯签出的话 照理因为他已经是国军的财产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国防部 就国防部就讲了要全部家属的同意 那我们去哪里找这个一千多人家属同意啊 对不对 不是很奇怪吗 也找了文化部 文化部也不置可否 就大家就推来推去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就只要一个部门出一点钱 把它移出 然后在基隆港 找个地方放上去 因为有几个家属都期待说旁边有所有罹难者的名字 然后简单的记录这个事实 那我个人就觉得 这其实也就是跟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基隆码头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基隆码头有太多的沧桑 太多的历史 它也是一个历史建物嘛 对不对 那如果把太平仑纪念碑移出 在旁边稍微整理 用一个公共艺术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一个可以追调的一个象征意义 这样子也很简单 也不需要盖一个房子 也不需要盖一个什么东西 不过听到现在目前似乎是有瓶颈必须要去突破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看到是不是也有立委 希望能够把1月27号这一天就定为纪念志 对对对 那因为郑立军立委就很好意 他先生也是基隆人 他本身是文教组造极人嘛 立法院里面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 也很感谢就像郑立委的善行跟主动的 因为我们大概也希望1月27 它是一个民间的伤痛 但是也是一个开端吧 因为接下来就是大量万省移民到台湾的日子了 是对对 那至于在对岸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纪念的方式 我知道周山群岛他们在去年成立民间 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太平伦研究会 研究会 对对他们就是说自己的家乡周山有这个故事 怎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而是我们去了之后他们才了解 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周山的研究会 因为我去过周山 周山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是那个小岛的居民 早年都有听过太平伦的故事 或者他外婆 然后救过一些人上岸 他外公 因为很多遗传忙着救人 所以当时很多周山救起了很多人 然后可是这些人都不在官方名单 就自己脱困了活着就回去 甚至周山还有一些小岛上面 有当时救起来没救活的 那个太平伦的王者 那个墓都还在 然后周山的老渔民都还会去跟他们祭拜 就是很动人的故事还蛮多的 那当然也有 就是说像周山那边 老渔民也有跟我讲 有很多不小的海盗 回去那边炸船 所以他们就是炸成船 所以太平伦里面的船已经订某 当时的文化局长给我看了 就订某订什么都订好了 可是呢 他们也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生下船壳 还有当时的尸骨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可能是对一些 罹难者家属来讲 比较会难以接受吧 所以太平伦研究会 也就在去年吧 就成立了一个研究会 也正式提案要做太平伦纪念碑 我们很高兴 在周山市市地点 两岸都有不同的方式 来追思悼念 那我们在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协计会 或是什么样的方式 大概因为他们年事都高 所以我们就用太平伦联谊会的模式 因为他们年纪 大部分家属都年纪高 你很难用一个协会 要正式操作的模式去运作 所以我们就用太平伦联谊会的方式 每年就是1月27的聚会 那有空的时候就大家喝喝茶聊聊天 就当作都是朋友 那两岸会没有可能会聚在一起的机会多吗 大陆那边有很多人想要 这也签到纪念碑的问题 大陆很多家属来自由行 都想去看那个纪念碑 鞠躬或悼念 可是都进不去 因为他长在军营 必须要有申请或者是走程序 这也是想说我们如果可以让他在外面 其实也是一个任凭大陆旅客 什么也都可以进来看 因为他们有很多受难者家属 我后来发现台湾的有一些 就大陆的其实更多 就陆续有在请我帮忙找人的很多 我想从张婷婉小姐今天跟我们谈 你要有记录的方式 来寻找这些人的脸谱跟声音 道尽的人生的悲欢离合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另一些希望 两岸现在交流也这么的频繁了 当然我们再回顾过去 60多年前的那个时候的 两岸整个时空都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感受 是点滴在心头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在两岸有不同的方式 都来追思悼念我们的这些 罹难者或是来纪念这段往事 我们希望激起一个正面的思维 勇敢来看未来 非常感谢张婷婉小姐 那么今天为我们揭开66年前的 这一艘太平伦渡海的悲剧 那么期待这个追思悼念 抚慰更多人的伤痛 非常谢谢张小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你